大家好 进入秋季很多菜农们都开始忙碌起来种植各种蔬菜 豆角是其中的一种 有朋友问了 进入秋季我们什么时候给豆角来播种呢 能让它出苗 其实在8月9月给它播种下去 这样的气温是最有利于冒出苗最快的 当我们给它播种的时候也不能一概而乱 要分为南北方 比如像我们南方的话 在这个9月份气温比较高 而且有一个秋老虎 如果给它栽种下去的话 那么这个豆角苗刚长出来很容易被灼伤 如果是在北方地区栽种的话 也不能超过9月份下旬 这样就有点晚了 那么在播种之前最好就是给它放入一点底肥 也就是鸡肥 才能让豆角苗有着延远不断的养分失收 才会促使它快速的生长 那么我们使用的鸡肥一般都是一些农家肥比较好 因为肥力温和不上根也不消灭 比如像这种羊粪是比较适宜的完全发酵 我们给它播种的时候 再给它撒上一把 这样就能让豆角苗长势好 那我这些豆角呢 就是在新叶份的时候栽种 由于是自己吃了 没怎么给它进行杀虫 就使用过一次 到后期各种虫害太活叶了 防不胜防 就会造成这些叶片有一些浅月云 还有其他的一些牙虫来糟蹋 虽然叶片上有虫害 但是这些豆角完全没有虫害 是非常好的 好了我们下期再见